全省中医针9 301 919 9898 5月7日一大早 美金华人活动中心就聚集了不少热心人士前来献血 这是中心在过去三年来第六次与红十字会合作举办义务献血活动 据中心保健福利部部长方强宗先生介绍 本次献血共有25人报名 当日到场22人 其中19人都顺利完成了捐血 共采取到17代全血和2代双份红血球 总共收获了21个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献血过程中 有一位合格的双语翻译到场帮助一位有语言障碍的女士顺利完成献血 方部长表示 以后如有需要 中心都会事先安排 另外 一位年仅16岁的高中学生由妈妈陪伴前来 完成了她人生中首次献血 其母亲也被感动 而当场首次献血 希望中文学校名誉理事长梁康之先生已经是第六次献血了 在谈到献血的原因和感受时 他说 也没什么宏大的理由 只是多年前为NIH工作时有献血活动就会积极参加 以后也会经常献血 而对有些人提出的献血是否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的疑问 梁康之说 这么多年也没有任何问题 体检时身体也是正常的 唯一的是献血之后有点头晕 补充点水和食物也就恢复了 美国红十字会Mr.David Hall介绍 献血的过程实际上是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尤其是对于男性 有位老先生已经75岁了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 他每年六次献血 而身体并无大碍 据中心副董事长赵畅女士 和中心会长李志祥先生介绍 这次献血活动是华府多个华人团体的合作 包括美金华人活动中心与美国红十字会 大华府地区的八所大学校友会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以及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共同主办 而这八所大学分别是 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 据悉 中心将在今年11月再次举行献血活动 期待所有热情人士 前来捐起衣袖献血救人 回馈社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大学 感谢观看